大家好 我是八剑 这里是八剑漫谈美国 今天是2020年8月20号星期四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美国大选方面的一些消息 给大家做个分享 首先是关于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今天是周四最后一个晚上 乔拜登将在今天晚上发表他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 也是一次很大规模的拉票 和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政治现金的这一次演讲 目前乔拜登已经正式的获得民主党的总统的提名 他将正式代表美国的民主党 竞选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目前川普这方面 川普可能将在下一周 在共和党的党代会上面 获得共和党的这个齐名 然后代表美国的共和党 参加2020年的总统大选 将在台上跟这个乔拜登进行一决高下 他们也将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当中 进行多场的电视辩论 在多场的这个电视辩论当中 也将对乔拜登和特朗普 这两个人的整个的执政生涯 以及职业生涯 以及他们的过去 以及他们的未来的这些政策 辩论当中一决高下 到底谁能够获得选民的青年呢 那我们将拭目以待 目前呢 这个乔拜登 现在已经是77岁了 他在昨天呢 正式获得了该党的这个提名 乔拜登已经在华盛顿 大概有40年的一个 从政的一个历史 大家可以看到 他大概30几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在华盛顿的政台 非常的活跃 他当时可能当过众议员 也当过参议员 是一个老牌的一个政客 另外呢 我们也能看到 在今天晚上 美东时间星期四呢 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一个人物 就是彭博社的老板 就是迈克尔布隆伯格 这个人呢 将在今天晚上呢 党代会上面呢 也发表一系列的一个重要讲话 也是为了给这个乔拜登 进行一个拉票 布隆伯格这个人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传奇 他一手创造了这个 美国最大的这个资讯网站 就是彭博社 彭博社呢 目前他的终端呢 基本上是在每一个投行 都在使用彭博社的一个终端 进行网络交易 或者是炒股 或者是信息的一些分享 布隆伯格呢 通过他的公司 或者是通过他的个人 已经给民主党呢 整个的政治现金呢 大概有几百万美元 并且他已经承诺 将在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会给民主党贡献 更多的这个政治现金 目前从整个的这个数字来看呢 乔拜登大概获得了 6.8亿美元的政治捐款 而特朗普呢 大概获得了 10亿美元的这个政治捐款 日前也有日本的媒体 跑到义乌去做一个调查 去看看义乌这个指数 到底是准不准 目前从这个调查当中 已经披露出了一些信息 可以看到呢 义乌的商家呢 都是在加班加点的生产 关于特朗普的一些 竞选的标语和竞选的旗帜 不管是家里面用的 还是这个草地上铺的 还是插在草地上这个牌子 还是佩戴在胸前的这个胸牌 以及这个帽子 以及整个的标语横幅 都是在义乌加班加点的生产 因为他们将要在未来的一个月当中 要立即的赶快送往美国的各个的地方的这个选举竞选 集会的这个场所 以及送到美国拥护特朗普的这个家庭当中去 那从这个上面也能反映呢 他们也说了 目前根本没有看到 有很多的商家正在生产 关于拜登的这些旗帜和一些用料 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反映呢 是不是这个义乌指数 又更加的准确的预示了 2016年这一幕将要重演呢 这个尤为可知 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 也有一方面消息显示呢 这个乔拜登可能正在委托美国本地的工厂 生产一些关于他的一些竞选用料 目前还没有一些进一步的消息披露出来 那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国大选 进一步的一些消息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想交流的朋友呢 请在底下评论区留言 或者给巴基私信 喜欢巴基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油管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